我曾經聽過一個說法 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美國已經想到自己是不能夠取代中國 或者是壓倒中國 於是我想培育兩個中國 複製多兩個中國的成功模式 一個既以後望的話 依然還有一個前途 那個叫做印度 因為人口已經超過了中國 起碼這個指標已經不能追 第二個國家想複製變成中國的模式 不是日本 對不起 日本是一個很成功的國家 國王 是越南 越南發生了大事 我看到一些很奇葩的評論 來自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用回美國人 美國人有一位 江大學的美越研究中心主任 應該是越南越人士吧 大家都知道他們有一位首富 聽說有中國籍 但這個不重要 總之他是越南人 叫做張美蘭 因為被揭有腐敗案 特大腐敗案 用了125億美金 這個是相等於 越南2022年GDP的3% 當然馬上我看到一些文化的反應 就是一些水軍 工資就說 那皮大哥 你知道我說誰是皮大哥 就是說他欠了幾萬億 為什麼 就是想諷刺中國 應該又要死刑 其實我們才是最大貪腐國家這樣的說話 不說這筆了 看一看一看 就說這些水軍 這些文化戰 經常都存在 但是現在就說這67歲的張美蘭就被控了什麼呢 他在這個西貢雖然銀行SCB 拿了這麼多錢 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越南就認為 就是特大案件 要認真貪腐 所以就判死亡 於是歐盟的發言人就是叫做斯塔洛 斯塔洛就說 跟這個美國 德國之星講話 在任何時間都不堅決反對死刑 哇 真是高大上 真是這個西方的華語權真是無處不在 他們可以暗殺這些政要 可以暗殺那些反對派人士 但是絕不能公開執行死刑 對這些所謂叫做對國家 對民族是有這麼大 真的叫做虧欠的人 他們出來就是公義 公義 但是問題就是 越南有根有據的 1982年批准了公民權利 及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這個公約是其實 嚴格限制將死刑 僅僅限於最嚴重的罪行 於是他就跟你爭辯了 拿了125億而已 不用死 大家記得 美國曾經 出現了一次叫做什麼 金融海嘯 他就拿回華爾街 就拿去襲匹打一把 如果嚴格打的話 兩車都不夠了 你雙標就不夠了 不懂得用的 越南的話 這個不是一個特大罪行 於是他就說 如果你這樣說 很損害你自己的文明形象 為什麼呢 他跟印度一樣 是被西方的優等生 他的自由市場 雖然呢 越南說了他是社會主義國家 早幾兩年之前 訪問中國的時候 都說了自己 我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當時應該很讚好 他就說 這個證明你應該是打不進去 美國 你認識人太多 應該不能滲透 現在就已經可以反貪腐 那就講講 胡美蘭為什麼這麼神奇 他什麼本事呢 就說1986年 當時就是 越南共產黨實行這個市場經濟 這個就好像中國一樣 我們1979年之後 80年代就開始 我們改革開放 但是幾年之後 1986年 越南共產黨也知道 只是行這個社會主義 就是一個單日模式 是不夠的 要改革開放 就是開放這個資本市場 到90年代 資本主義就是在越南 蓬勃生長 所以為什麼說 越南這麼有朝氣 張美蘭和他的家人 原本是很普通的人 只是經營餐飲業 但問題是賺到第一桶金 2001年 他就是幫忙 將陷入困境的西貢西貢銀行 SCB 和其他兩家銀行合併 於是 一個做生意 就是做飲食生意的人 可以這麼大的本事 這個就傳遞了 於是 但是問題一發覺到 越南國家的檢察官 就收到大量的印刷銀行 證據就說 當時他利用這些手段 就利用這個銀行合併 你是為所為 當提款機一樣 當然 中間的空白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神奇 一個可以叫做普通的商人 可以變成一家銀行收購的主導者 他是不是只是浮上面的人物 他背後還有更加大的勢力 這個真的不考究了 阿常你告訴我 就一定不簡單 當然你說 我看了梁朝偉的電影 就不是這麼說的 就是 這個香港特大案件 其實我都不會吹水出來的 那麼你慢慢看那部電影 上網也看過了 梁朝偉那部電影 金手指 梁朝偉那部電影 梁朝偉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金手指 是的 就是說 不是一定說他背後很多的人去支持他 可能你純粹是靠這個欺詐手段 都可以玩得那麼大 所以我就不猜想了 問題就是這次有死刑的話 就是 真正正正是一個什麼警號呢 就告訴你 越南國家依然還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陣力 反貪腐這件事其實就是必須要做的 鄧小平也說了 就是 養一群人先富起力 但是先富起力的時候 你知道第一通金 原始積累的第一通金 通常是真的 除了你是用創科 就好像那幾間互聯網公司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故事 去到某個情況之下 就需要不斷 去清除這個 貪腐行為 那你當然會問我 為什麼歐美國家 沒有反貪腐 是不是他們沒有貪腐 因為他們行使了民主選舉制度 他們的利益集團 無論他們好像梁朝偉也好 或者好像張美蘭也好 他們反正變成一個政治勢力 他們用黑金 用台灣的說話 用政治金錢操作 就掩藏了他們的所謂的貪腐行為 而變成合法化 不是說這個世界金錢 是不會導致一個所謂的罪案 你相信這件事 只有是極權國家才有出現這個貪腐 而西方是沒有 如果我踢出來告訴你 其實是有的 不過人家是隱藏了 你相信這件事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這就是華語權 是不是 你相信了 如果只有自由資本主義 公平公正 這個世界才公平 這是故事 所以美國一定會開放他們的經濟學 給更加多的中國留學生去讀書 他不會阻止 你的功課 他不會阻止 你的功課就更笨 好 今天講文化 聽說 4月23日就推介大家讀書 我有一本書 真的要推薦大家看 到我讀書的時候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很流行就是一些知學的朋友 經常講理睬 有一本書叫查拉圖斯特拉如事說 這本書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 有時間可以去涉獵一下 圖書一定有 不需要賣 就是說買得那麼多書 買得那麼多書 家裡也不夠放 這個是查拉圖斯特拉如事說 當時就是令我知道一個 當時的概念 在宿舍經常都說這些 就說有個概念叫做沒人 一個概念叫做超人 大家聽說超人 就算你不是很熟悉這個概念 你知道什麼叫超人 什麼叫沒人 什麼叫做沒人 就是其實他說踢爆了一件事 這個查拉圖斯特拉 現在是一位高人 就是他建一個深山五島出來 就跟很多不同的人說很多道理 他首先說一件事就是 什麼叫做沒人 就是他根據他的修煉 上帝已死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功利 或者所謂的信念是存在的 是不存在絕對的東西的 那麼我們所謂的信仰 我們的所謂的原則 我們所謂的信念 這些是絕對的 但是有些人存在的 這就是離所最重要的一個字 但是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會相信這叫做信仰 原則和信念 例如我們西方的文化 就是講這個民主自由人權 這幾樣東西 其實不是存在的 於是會令人很多失落 其實慢慢知道原來不是的 為什麼這個美西方沒有這個貪腐呢 原來他們這個利益集團 變成一個更加是超級的階層 可以消化了這個貪腐 因為他們自己整個制度都是貪腐 所以沒有貪腐 所以這個信仰原則和信念 是不存在的 但是問題是 你後來發現了的話 你真的會是信仰危機 你去到了虛無的狀態 尼彩叫做沒人 沒人是從此你對這個世界 再也不會有希望 什麼叫超人 不是那位 超人就說你是有堅強的意志 早就已經充滿了信心 就說這個世界不是你所看到的那個幻象 是一種更加高的存在感 那他當時解釋 大家可能都聽過 讀過這些101 讀過風色都知道 人要變成超人 就有三個階段 就是精神階段 第一就是要從駱駛 變成獅子 獅子變成乙童 什麼叫諾堂呢 就像我那樣 年輕人打工 養家活兒 要上班 要做很多 服從這個組織的事 我叫諾堂 就是我忍辱苦衷 我奸苦 我奮盡 獅子就說 已經開始速播了 慢慢想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 或者說 你已經供完畢了 可能你自己也有職促 你要做事的時候 你可能考慮之前 好像做諾堂的心態 後來到了意統 就直接就是 有些中國人的哲學 你真的隨心所欲 你就會完全開脫了思想 你完全向不同的夢想可以去走 這個就是說 當你 這個曹文昭 當時寫的專欄 說得很到辱的 曹文昭經常說 好像我現在這樣 很有智慧 但是我已經老去了 其實就是 你坐得這麼說 我們的肉體在衰老的時候 但是精神不斷地來不清 這個就是一個傷減的作用 就是那個物理現象 超人 這個就是理睬 這個情況就是 其實你需要有這樣的 意識形態 或者你這樣的深層的說服 你告訴別人 不要相信這些信仰的原則 和你的信念 假的 但是技巧又怎樣 Storytaring Storytaring 就是你已經建立了這個 當然就是國家要做的事 就是我講一下多餘 對不對 不過就是一句說話 就想告訴大家 就是說 比如說就是 我們要善用一些比喻 善用一些概念 其實就是 查拉圖斯特拉這本書 有一句說明顯 大家都聽過 大家都聽過 但是他還沒想清楚 他說 世界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他就是 因為他就是 很希望向上 和向高明那方面生長 但是他越來越達到 這個有光明又向高明 又向高明生長的情況之下 他一根就要 猛烈向下 向泥土 向陰暗 向深淵 向惡那邊發展 所以美國就是這個形象 不斷地藏著自己 陽光般 希望般 不斷向上發展 不斷追求光明 但是你忘記了他根在哪裡 不斷向泥土 陰暗 深淵那邊伸展 有什麼概念 你可以 將美國 至少將他的 技術型卡 告訴你 可以解釋到很多現象 如果你不是 就在ABC 數一數 美國 中國 這剝的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點 中國我們是 對的 一、二、三、四、五、六點 你沒有辦法 令到 起碼 我當你 中國的國民 可以受到 但是你呢 外國人 是說服不了的 其實就是文化 一直都試過了 外交部 曾經大家也看過 就是 有一些企圖 但是外交部 不是做文化的 工作 但是都有一個 我介紹過 就是007 無下副少 都做了一些搞笑的問題 但是現在就無以為計 看了一段 兩段 接著就停了 實際上外交部 不是做這些工作 不是做文化工作 那現在有一個 專門的部門去做 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 美國各方面 已經很警惕這件事情 有這些事情 你如果在油管 或者在一些社交媒體 一定禁止你 或者甚至不禁止你 都要預告了 說你是做假新聞 甚至沒有 是揭開你 你其實是受中國那個 官方那個 資金無印度 人家一早就打了 魚豐針 那這場仗怎麼打呢 真的真的需要 真的要找個將軍出來 坐牢 他現在這個文化戰爭 香港都要做的 香港就是為什麼 這二十年滲透 香港文化戰爭 原來香港文化和 還有國家意識 國安是不設防 這個哪個國安 是夏寶龍主任說的 我們戰爭什麼時候去做呢 我們可以找到將軍出來 就是讀詩 國家就已經找到將軍出來讀詩 或者是成了一個特別的組別 好了 講到一個新聞 給大家知道 就是要警惕了 這個是最新的 微致美國之音的一個透露 他又有一位 不是很見經轉的人物 給大家看一下 這位人就是很年輕的學者 他叫做索伯尼克 他是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的研究員 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反擊中國的大博弈 就是要保持美國主導地位的戰略 寫這本書是沒問題的 美國人一定迷自己的利益去做 但是你留意到這件事情 我不詳細說 講到大陸就知道 他發現到 就說要擊潰中國 第一件事 是需要 不是再起傳統的領域 新疆 要破壞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牽連了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 對美國的挑戰就是金融 因為中國的數字經濟 尤其是數字交易 在亞太地區 尤其是中亞地區 很受歡迎 因為他們是資源國家 他們經常都要受美國的金融系統 他們不是很厲害 所以一帶一路 既是可以做生意 和中國自己製成一個交易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位的名字很長 叫做這個叫做 索伯尼克就說 我們一定要下次 不是這次 我們要調整我們的角度 就說要對準這個一帶一路 他用了一個比喻 就說 譬如限制進口 當時有個叫做血腥鑽射 也要做個電影 就說這些鑽射 因為這個是非人道的生產 就是強制絕肉 強制人口 和這個鎮壓 而生產到這些礦法 於是美國是鎧絕入口 於是會搞到這個經濟 這種腐化經濟就會倒塌 就是 換言之 現在他們經常是說 中國的新興人權問題 其實準備是為一打一路 是進行這個博弈的 就是說 準備切斷了 所謂中國的數字交易 人民幣就很難成為一個國際貨幣 因為他們的黃金支配不夠 但是數字貨幣原來在中亞很受歡迎 我看過一齣 由日本電台做的一個訪問 因為他們很不想 中東人 中亞人很不想給美國的金融系統去管制 如果只是和中國做生意 就不用了 數字交易而已 他就賣出他的資源 中國也變成一個很大的投資給他 就是做他的基建 所以一定要破壞一打一路 那雖然這位人 剛才那位人兄 你看他的樣子就很年輕 也都並不見經轉 但是美國會出手的 這個問題 美國不會因為停頓 不會因為有幾條戰線 好像他休息不空 多不空都要招呼你中國 因為中亞期越來越窄 那除了阿拉地區 除了台灣買之外 新疆牌或者都會打出來 那越來越多的金融去禁制 當然會不會超過了美國的能力 這個就有話了 那我不明白 就說新的角度也都可以在這裏做 那也都提到一樣 為什麼要特別提呢 除了打擊你那個數字 經濟或者一打一路那個 換了經濟之外 就是用軟實力 就是掃說你這個血汗的新疆工廠 壓榨中亞地區人民 要他們來符合 就是中國是貴你了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他會開始做這個big story 他們有很多平台 你寫這些東西一定有市場 一定會幫你退 所以說這位年輕的學者 就告訴你 開始要做這些輿論 還有應該估計不需要有信心 美國政府是不會連費數十億來做這些事情 在這個自由世界 他覺得說 他講這些story是珍貴的 因為是自由的 這些是可信的 就是說除了他會用貿易和金融手段去打擊一些 所謂你和新疆血汗工廠有關的企業之外 也都準備會很大的強力的 美國軍看了 這裏是有什麼大部分的 就是美國的全面公司 最生氣的就是日本 日本不是被寄予太大的後望 因為美國也是寄予於起印度 而立一個居一個分析 日本為什麼呢 它真的很慘 我看回它的日債和日元很受壓 因為美元沒有減息 美元依然很強烈吸引力 現在日本的國債為什麼經常都要維持零利息呢 因為他不想有利息的話,他的債務堅持不回 有一句文說現在會有人造空日本 為什麼日本不是這麼好地和美國談得成 又說帶你上太空,又說跟你生產電動汽車,又說跟你一起貿易 為什麼會被華爾街人造空呢? 不關事的,白宮還白宮,華爾街人,華爾街人,直谷還直谷 你有機會被人入位,人家就入你了,是嗎?你活該的 當時這個廣場協議,當時是東芝事件,日本就是報到規 為什麼你還要投向美國,還要認為他才是你的教材呢? 又是那句說話,回到今天了,今天總結了 大土姑娘,醉酒佬,日本也是 但這次好像他也挺傷害,因為日元藥 日元藥就有利出口,不是的,你買原料的 因為日本不是資源大國,如果他是資源大國,你看一下 石油也好,材料也好,都要買的嘛 原來便宜了,買不貴啊?你出口又便宜了,那他賺什麼啊? 在日本的股市又被巴斯里特那時候炒得很紅 哇,這個是新大陸來的,現在就受壓了 那會不會崩潰呢?會不會去回一輪他們的衰退呢?清楚 不過呢,我最清楚的一樣東西,這個就是大土姑娘 還有也是一個聚酒佬,我們不能寄予什麼厚磨 什麼這麼興奮,中日有這個什麼,我們的猶豫 什麼時候幾月回來,就回來的了 當他日元崩潰,當他就是無意為藝 當他在戰略方面是受到我們中國的懲罰 如果你敢踩我們紅線的時候,他就會改變 當然最大的改變就是當美國被秉出這個亞地區 當美國承認他自己衰落的時候,這個改變就會來 大家好,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許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鹿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鹿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